每个礼拜都好想问 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够继续打铁趁热 还是说还能够继续上船来当航海王呢 要来请总监帮我们看一看了 因为这个礼拜开始 对于船产类果 每个个股上面 外资好像有一些多空的看法 杂音开始有些出来 第一个看的是长龙 好 汇丰趁热说 不要单从市值翻了7倍 你就觉得长龙太贵 否则可能就会后面的这一波涨势 你就会赚不到 好 他对长龙对航运看起来是看多的 但是钢铁呢 钢铁反而看到瑞银趁热说 对船产开了第一枪 对中钢降频较到中立 原因呢 讲白一点 就是认为他涨太多了 有一些红利 产业的红利 涨价的红利 其实股价已经开始反映 而且已经达到一定的满足点 要请问中间了 因为船产现在有很多 都跟中钢跟长龙一样都长蛮凶的 所以这个问题 瑞银证券所说的问题 大家也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都该扫心吗 还是就单单只有中钢的问题 还是说最有问题的是瑞银证券呢 我觉得瑞银证券当然说法也没错 因为大家毕竟看到所谓的航运 钢铁都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还是会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所以整个航运族群或钢铁族群 很多强势的传产族群 其实最近股价在高涨都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 基本面我觉得都没有太大问题 也就是说基本面都是他们上涨 唯一最大的一个利多 但涨多都是他们唯一 可能会在震荡最大的一个利空 所以当然我觉得两派说法 各有他的一个论点 但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如果你单就一个产业来看的话 不管你单看航运 单看钢铁 整体上来看我觉得基本面没有问题 但是后续到底涨势有多久 我觉得很难去预估 但如果你把全球的原物料 全球市场全球缺购问题加进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整个涨价的情况 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简单 也许钢铁涨到这边 他会休息整理一段时间 但后面假设就会面临到 其他的铁矿都在涨 整个钢铁的报价又会被带动上来 如果说像铜价 这个铜价的一个价位 一直在创新的新高 连带一些基本金属的价格 也会被带上来 又连带到整个钢铁的部分 也会因为铜价的上涨 而出现了一个比价的效应 所以以目前来看 你去评断说 到底钢铁会不会涨到 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即将往下 运价会不会出现了一个 出现了一个高点 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反转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 都很难做一个铁口直转 说未来一定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看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 你去看这些所谓基本上涨的 一些转价族群 他们原物料报价有没有出现转折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观察方法 可以发现到 目前在整个涨价族群的部分的话 它轮动的一个架构 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完整 你最近从所谓的一个航运 慢慢扩散到所谓的散装航运 从整个钢铁的部分 扩散到二线的一个钢铁 甚至说像上个礼拜三的一个 像什么18类股 也出现了一个全面的上涨 食品类股也出现全面的上涨 都代表涨价族群 我觉得目前都还是在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扩散期 所以这时候 整个所谓的一个涨价类股 但我觉得强势的股票 就要留意到 因为在上上礼拜四台股 出现的一个爆量长黑那一天 很多的所谓的一个传染族群 像钢铁像航运 都见到短线的一个高点 所以在操作上来看的话 你就留意到那一天的高点 跟上上礼拜五 就是爆大量长黑隔天的一个低点 那边会有一个所谓的 上下引线的一个区间 那个区间就当作短线上的 一个操作的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比方说我们在整个指标部分 看中刚的一个现行 中刚它在上上礼拜四的部分的话 出现了一个41.95的一个波段高点 隔天的礼拜 我就出现了一个短线上的一个波段低点 后面几天中央价格 就在那个区间进行横向的一个盘整 也就代表说 报价只要维持上涨 那它股价没有跌破 那一根大量低点的一个 相对的低档的一个区间的话 我觉得整理上这个整理之后 都还有在公的一个机会 除非有一天发现到了 它股价明明这个报价在涨 但股价反而一直在呈现破低的一个格局的话 代表可能整个一个法人 他已经预见到未来的一个 两个月后三个月之后 反而整个钢价报价是在呈现下跌的 所以股价就会提前反映它的一个走跌 所以这样一个观察就很简单 你看到报价在上涨 那你就把这个爆量长黑的礼拜四的高点 跟隔天礼拜五的低点去做一个区间 看它靠近区间哪个位置 就来判断它是一个强势股 还是一个弱势股的代表 那如果我们来看万海 万海上礼拜也有一根 4月22号也有爆量的黑K棒 那今天这个 这礼拜有看到他们已经过了 过了那个高点 像这样过了就追吗 如果说以货柜三雄来看的话 其实应该要看阳明的一个部分 因为阳明股价 它其实在礼拜三已经率先过了上上 应该说爆量长黑那一根的黑K棒的高点 那也就代表说 其实这个阳明的部分的话 反而是在货柜三雄里面领先过高的指标股 它只要没有跌破那一根大量黑K棒的高点的位置 代表说它整个换手是成功的 那连带就会带起所谓的长龙 万海 它股价就不太容易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转落 另外也可以看到在所谓的一个指标股的部分 像股长我觉得可以留意到 像食品股的部分 其实都未来我觉得都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因为机器相对比较偏低 甚至说像水泥的部分 基础建设钢也要用 铜也要用 你说水泥要不要用 也是要用到水泥 所以像台泥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在最近股价虽然说 一样也出现高档的一个震荡拉回 但整体上来看 它均线都呈现多方的一个排列 未来需求还是整个前景比较明朗 而且它也搭上所谓的一个节能题材 所以未来在一些所谓的碳权 碳中和的交易 其实台泥也都是当中 我觉得能够受惠这个标的 所以反而可以留意到 它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甚至说最后看到在所谓的一个 纺织类股的南纺的部分 又有资产题材又有报价题材 所以我觉得股价在这边 应该都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拉回 好给大家传产的叫站守则 讲得很清楚 如果还没有过爆量长黑黑的高点 那就是区间操作 哪个区间刚刚也讲得很清楚 那接下来要反过头来 也来看看电子 因为你说到涨价 其实电子产业也有不少涨价的话题 可是我们杨帆从这个月开始 已经探讨了三个礼拜了 电子股到底要不要再加码 把这个比重拉高一点点 涨了三个礼拜了 可是建峰 为什么电子股的热度 回不来就是回不来呢 对 当然来讲话 电子股热度回不来的原因很简单 台积链在整理 再来就是原物料真的涨得非常的凶 真的涨得非常的凶 导致说资金被吸走 因为我一直说资金只有一套 他不可能说整个族群 一直在做一个全部的攻击 全部的上涨 总是会有一个休息的时候 但是我认为 以台股来讲话 资金还是会轮动 现在现阶段传产的部分 占比较大 我觉得没有关系 很好啊 让电子股去做 好好的一个沉淀 好好的去清洗筹码 那之后呢 我觉得多方攻击的态度会更强 毕竟电子股之前 其实也涨了一大段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投资费用也不用太过担心 那现阶段资金 既然说在传产 那我们就传产做多一点点 那电子股少一点点 那甚至说 我觉得一半一半都可以 那你只要去 配置好你的资金的话 传产跟电子股都有配置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再抽起来就会比较轻松 那现阶段电子股来讲话 我觉得它也是一样 跟原物料一样 其实它的涨价的一个趋势 还是相当的明显 因为整个半导体产业 就是要再一直涨价嘛 例如说我认为现阶段 半导体产业里面来讲话 持续会公布应求的产业 大概可以落在像晶片 晶元代工 再第二个就IC设计 再第三个呢 大概就是会落在 Drain这个族群来讲 这个部分 所以说第一个部分来讲话 晶片短缺 我相信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例如说像联电来讲 晶元代工的部分 可能会涨价到第三季 目前第二季已经确定要涨价了 那它说如果第二季的状况 还是没办法稍微疏解的话 第三季仍然还是会在做涨价的情况 那目前半导体晶元代工指标 我之前就有跟大家提过 不是台积电了 因为台积电之前 一直落在月线以下嘛 其实它整体股价还没做过转强 但是联电呢 它的股价都是在月线以上去做个整理的情况下呢 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 其实指标股是从台积电转到联电身上 那联电这部分来讲话 其实前这个礼拜也是有做一个创新高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说从单单从股价来看就知道 它就是一个领头羊 半导体晶元代工要涨 联电一定要先涨 那联电其实现阶段它也传出来嘛 它跟几个客户在谈什么 它要扩增产能而且是由客户要先压保证金 先买下产能它才去盖这个扩厂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一点来讲话可以确保说 它接下来如果盖产万一景气反转 它也确保了有个最低产能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又说明了这个28耐免来讲话 现阶段的确还是持续的供不应求 那第二个族群来讲话 我们可以看到IC设计这个部分 其实IC设计来讲话里面原本最缺的就是驱动IC跟粗矿IC嘛 那驱动IC这个部分来讲话 这礼拜其实你可以看到 敦泰它也公布了一个三月份字节EPS的情况 也很吓死了 第三个月 第三月份EPS就来到1.99 一月份赚1.0几 二月份好像1.13 三月份呢赚到了1.99 等于说它第一季是赚到4块钱 全年是渴望去挑战EPS15元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说它的状况当然是很难解嘛 功不应求的状况一定是持续的情况嘛 那联永的情况也是一样 它在第一季来讲话 它营收也是创下单季次高的情况 或者你说像天狱 它前三个月可能就会赚到7块钱左右 这7块钱左右什么概念 全年可能会去挑战20元 所以说这些IC设计目前之前涨一大段 我觉得现阶段再做个休息 我觉得很好 因为它目前营收表现出来的话 的确都是一个如预期的一个情况 都是一个持续公布应求 而且他们的产品呢 还是持续会涨价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现在电子还没有回归当主流嘛 还没有夺回发化权 所以IC设计如果这波的酝酿是 大家都可以选嘛 大家都可以跟之前一样都走自己的路 IC设计就自己一直冲 还是说最好还是要精挑戏选几档 当然来讲话我个人还是会偏向说 去找营收好的 例如说现在驱动IC缴出来营收真的很好 像连友 天狱 敦泰甚至你说像细创 细创三月份赚了3.07元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话 去挑这个营收表现出来真的非常好的公司来讲话 我觉得在未来的股价上面其实还是会比较有保障的 那除了IC设计之外大家都知道低润族群也是涨翻天嘛 其实低润来讲话大家也知道之前它的供应 去应该说好前几年啊算是非常非常冷的报价一直在下里为什么 因为供给大于需求但是现阶段不一样的 它现在要库存低的情况下造成很多低润产品或者说很多DDRSSD等等都是在做个涨价 那当然最近的一个奇亚币也是关乎的这个低润族群持续涨价的原因 那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好最近有很多产业的新趋势新东西 奇亚币就是一个也包括了像是台积电最近动作也蛮多的 能不能够透过我们的金元老大哥的动作看到往后的整个产业大趋势呢 收拾一下马上回来 给大家吃的 再週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